大家好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守德云开见月明 2018年川普发动贸易战 人民币瞬间贬值 中国的金融市场开始动荡 海外的独卢运非常的兴奋 认为美国终于对中共动手了 川普成了灭共达人 川普成了海外独卢运和反贼当中的圣人 当时国内贵美派或者害怕的人也是非常非常的多的 舆论一度甚嚣尘尚 但是也仅仅过了半年 贬值的人民币不但修复过来 而且向上走 包括股市债市等等一起开始向上修复了 也让国人看到美国不过如此 所以从18年开始 我们的民族主义情绪 爱国主义情绪都是高涨的 因此大家称川普为川建国 这一波的小高点一直到2020年年初 以武汉封城为代表的 这一次也是一样 不管是川普 美国的商务部长纳瓦罗 包括海外的独卢运再一次非常的兴奋 甚至认为天启三骑士到来了 因为天启三骑士其中之一就是瘟疫 瘟疫到来了 不仅中国要倒台了 中国也要完蛋了 这些人非常兴奋 似乎多年的夙愿就要形成了 当时我们的人民币也贬到七点多 贬到七点几 对吧 当时A股也是大动荡 大震荡 大跌 跌得很惨 但是武汉封城之后仅仅半年 人民币就收到了6.7 甚至很快就奔着6.2去了 震荡的A股不但修复了 而且其实从2020年下半年到21年上半年 开启了一段小牛式的行情 这也都说新冠短期在情绪上带来的冲击是很大的 但实际上并没有带来特别大的影响 因为很快市场就修复过来了 同样的 去年2月份 俄罗斯开始打布克兰了 对吧 美联储紧接着开始加息 外部的不稳定因素是很多的 也因此带来了我们的人民币的贬值 还有中国金融市场的震荡 尤其金融市场这段时间能赚钱的人 你的水平都很高 都非常的高 但事实上从2月份到现在 多半年已经过去了 多半年已经过去了 人民币也走完了它的最低点 也就是7.3目前开始向上修复了 中国的金融市场也在向上修复 这一切其实和之前那几轮都是差不多的 底部已经走完了 市场的信息开始重新的恢复了 同样的 像我们国内 对吧 疫情管控 核酸检测等等 对一些行业带来了一定的冲击 叠加了地方债 房地产等等 这些问题并没有彻底性的解决 但是利空基本上已经出尽了 对吧 社会开始整体的向上走 尤其是核酸检测 对吧 以前说过疫情的防控是不会发松的 但是疫情的防控呢 其实会变得更加的方便 更加的容易 其实要不了多久 或者今年春节之后 我们国内的人员流动 货部流动呢 会变得更加的频繁 更加的容易 当然这不是说防控放松 而是防控检测变得更加容易 更加便捷 更加方便 每天呢 都可以随时减 而且包括我现在啊 对吧 几乎隔两天就减一次 现在也不用捅鼻孔 就是捅嘴巴 以前还往嗓子那里查 现在都不用 很浅 很浅啊 所以每个人每天都去检测 然后通过大数据等等 它会变得非常的方便 会变得非常的方便 中国的核酸检测啊 等等也开始变得常态化 常态化即使也会变得非常的方便 非常的自如 这是从我们国内的角度讲 我们从国际上 这个俄乌战争呢 一度甚嚣尘尘上 这个甚至有核战争的风险 但是从目前看 核战争已经不存在了 不管是俄罗斯也好 乌克兰也好 甚至北约也好 都有霸占的情绪 大家基本上都已经累了 基本上已经累了 普京呢 目标是地涅薄荷 移动 但是 俄罗斯呢 打得也不尽如人意 目标呢 也要有所退步 就要公投的那四个州 那西方呢 不管是美国也好 欧洲也好 其实都是要退步的 大家都折腾不起了 都已经折腾不起了 所以在国际上啊 会带来一段时间的和平 或者说啊 和平发展将重新成为世界的主题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每个人都知道 经济危机要来了啊 甚至这次危机会很大 远超二十九年 三三年 但是目前来看呢 对吧 全球经济已经起稳 美国经济呢 率先要进入复苏通道 中国的经济呢 也要随之进入复苏通道 从而带领全球的经济啊 走入复苏期 走入复苏期 大的经济危机是不会来了 其实现在呀 就是经济危机最严峻的时刻 事实上呢 也已经过去了 我们很多人呢 往往 对吧 在市场的高点 认为更繁荣的时代会到来 所以譬如2015年到2018年 中国因为M2暴涨 因为大放水 对吧 经济看起来繁荣 所以很多人加了很多的杠杆 但事实上是错的 因为在高点的时候呢 就要撕退 同样的 在对最低点的时候啊 就像这两年会认为 经济会更差 其实也是错的 因为到了低点了呢 就要撕进 高点撕退 低点撕进 对吧 到了高点啊 它一定会下来 到了低点呢 它一定会上去 所以啊 不只是中国从全球来看 也是一个样子的啊 低点以限 低点以限 对吧 低点以限呢 那就是最悲观的时候 已经过去了 至于这一次啊 是短暂的颗粒之繁荣 还是长期的繁荣呢 不 我是没有办法做出判断 但我只能说低点以限 对吧 世界啊 会迎来短暂的和平和发展 至于这个和平发展 是长期的 不知道 但是至少接下来三两年之内吧 对吧 这个和平发展啊 依旧是世界的主题 那一届是世界的主题 呃 同样的啊 对于台湾 对吧 那既然和平发展是世界的主题啊 台湾我们也不会武统的 呃 还是寄希望于合同吧 寄希望于合同 主要原因呢 就是不会武统的 不会武统的 对吧 那么接下来 呃 三五年内吧 只要世界呢 始终是和平发展的啊 那么台湾问题呢 就不会成为一个特别重要的事情啊 不管是在中国政府阶层 或者其他阶层 修复经济啊 是中国目前的首要任务 稳增长保增长 稳增长保增长 始终呢 是我们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同时呢 还有人民币换毛 比如我说一下房地产 房地产啊 很多讲是地方财政 其实并不是很重要啊 任何政府的主要收入呢 是印钱啊 所以财政收入啊 看起来很重要 其实它也不是很重要 嗯 那么我们其实以前啊 这个新增货币呢 是以房地产作为毛的啊 作为毛的 因为之前落马的央行货币司司长 孙国锋 对吧 著名的一句一句话 就是贷款 创造货币啊 贷款创造货币 那新增货币怎么来了呢 就是房贷啊 房贷 嗯 因为新增货币也就是印钱呢 这是借来的 就向未来借钱啊 那未来怎么借 贷款吗 比如你买一个房 贷20年 对吧 就是你向未来借来的啊 你向未来借来的 你借来给了银行 然后银行呢 到处向你退债 对吧 那其实随着我们的人口拐点 等很多因素的到来呢 也是不行 人民币要换毛 目前看呢 我们要换毛啊 走的还是 对吧 美国以前走的路啊 这个毛还是要毛到国债上的 毛到国债上的啊 呃 所以对中国来说呢 对吧 人民币也要换毛啊 各种因素 接下来呢 是需要一段平稳的发展期 呃 对欧洲来说 对吧 这个俄乌战争也折腾的勾瘦了啊 也折腾不动了 折腾不动了 也需要一段平稳的发展期 其实对美国也是一样的啊 呃 美联储加息已经到了卫生 到了尽头 对吧 原本看着要奔着溜去 但事实上已经不可能了 呃 已经不可能了 对吧 呃 基本上还有两个人 加结束了啊 就结束了 对吧 现在美联储加息的尾巴 加息的尾巴 为什么呢 对吧 美联储也折腾不动了啊 就是以前啊 一放水加息 这一套收割全世界的组合权啊 用的次数太多了 全世界人民也都知道了 虽然能起到一定作用 但是作用是非常有限的 作用非常有限的 所以现在啊 世界各国都有外汇管制 比如日本啊 韩国外汇管制比我们还严格 这都是98年金融危机 给他们带来的教训 包括东南亚 对吧 包括土耳其啊 大家都知道美元要干什么 所以 所以啊 这个美联储一喊说要加息 各国的应对措施多很多 只不过很多国家的金融 是比较落后的 应对的不是那么得力 但是也都是在应对的 也都是在应对的 呃 叠加美联储加息的边际效应等等 对吧 而且美国目前自己国内的问题也很严重 紧接着就是美国的企业债问题 对吧 一系列的问题也都折腾不动了 所有人都折腾不动了 呃 既然大家折腾不动了呢 那就要休养生息了 休养生息 所以这个视频啊 就是 呃 我对接下来的 打这个 或者接下来两三年吧 不能判断太久啊 接下来两三年 呃 中国也好 世界也好 的一个判断 就是 和平发展期又又来了啊 现在看起来呢 是一段让人绝望的时刻 事实上呢 现在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 充满希望的时代 呃 就像和股票群的群友讲 现在呀 除了 高位的 剩下的都是最低点 都是最低点 随时建仓 随便建仓 那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录完了 喜欢的请订阅一下 请订阅一下